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重夺公民广场案件刑期复核上诉 中审法院今天下午宣判 认为上诉庭的新指引 不适宜用来审理商学三指甲上诉 因为犯案的时候未有指引 所以裁定他们上诉得值 维持原审判决 不过判时也提到 今次涉案的行为是涉及暴力 所以判刑的时候 以公民抗命提出轻判的要求 能够得到考虑的比重会较少 中审法院也认同上诉庭指 面对有暴力成分的非法集结案件 法庭将来有需要 以更严峻的方式处理 商学三指在判刑之后 说心情仍然沉重 我会形容今次的结果是一个唐衣包装的严厉判决 未来若有任何同类的行动 都是会判处一个以悦甚至连计的监禁 所以我绝对不会形容今次为胜利 即使我们今天是能够在一个大门走出来 我们上诉得值 但其实我们和平公民抗命 社会运动和平的示威集会 未来所面对很可能一个超乎比例监禁的刑期 这个风险依然是存在 所有的一切抗议 占领 种种的反抗 都是因为政府长达两年的虚假咨询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暴力和暴力 有法律学者认为 今次判决为公民抗命划出界线 至于日后的集会 示威的自由空间 是否会造成收窄的效果呢 值得关注 近日值得关注的还有流感事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保重身体 流感性 是不是担心月监流感 现在很严重 担心的 不是很吃 对呀 洗澡 不要去人多地方 是吧 很担心的 因为集体年龄 对长者龙小童侵害也挺大的 流感疫情试药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由年初至今 录得超过200宗严重个案 主要感染月盈流感 造成至少114人死亡 而过去五年 儿童严重流感有123宗 当中约九成没有注射疫苗 但是早前却过没有 我们一早就已经打了 打了多久 我看起码过几星期了 政府呼吁市民 特别是长者和小朋友等高危人士 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但是偏偏一针难求 那我们的疫苗 就放在一些专业的冰箱里 我看还有没有流感针 好像万六重中一点红 好像还有一针 一直关注疫苗使用的家庭医生 林永和说 他的诊所已经两个星期 没有新的疫苗针补充 药厂跟他说 最快这个星期五才翻课 他很鼓励市民到时 尽快接种疫苗 不单只增强自己免疫力 亦有助减低流感在社区传播 有些科学研究就说 如果人口中有三成人有灭力的话 就好像是一个传播链 是容易一些去截断了 多了市民是有灭力的话 就是传播的机会率是减低很多 这个情况你都会发觉 比如在韩国或者日本 其实很多地方 比较接受注射的比率 是人口高一点的地方 你发觉流感爆发得没那么厉害 香港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偏低 2017-2018年度 只有不足10%的人 参加政府疫苗注射或者资助计划 就算加上私家诊所的注射数字 估计总人数也不高 我没有的 我从来都没有打过 他们说是根据不到那个变种 还有其实它本身都是细菌 怕它 其实家人有曾经打过 反而病得更厉害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 一家人从来没有打过 但至今都可以 都害怕 都害怕它会发烧 怕它会发烧 怕它会有其他病发症 始终都是菌 林永华医生同意 打流感针可能会有副作用 但必须理解 副作用未必是一般人估计那么严重 副作用可能是打了伤口痛 红肿 或者有些疲惫 发烧 都是短暂性 24小时内会过的一些反应 大部分人打完完全没事 不过通常有少反应的人 或者会出来说 上网又说 或者有些报导 令到人可能有个错觉 就好像打针也有副作用 但其实大概是十分一 始终是打流感针 无论是小朋友 和长者 其实都是最有效去预防流感的 今次流感高峰期未过 未来三至五月 亦是容易幻想流感的季节 市民除了考虑是否打流感针之外 保持个人卫生和增强抵抗力都很重要 问题在香港不容易解决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今天就开会 焦点是讨论有172公顷 大概等于9个维园那么大的粉领高尔夫球场 是否应该用来建楼 我们今天就请来两位嘉宾一起聊一下 分别有钟国斌是自由党党灰 也有黄少雄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员 欢迎两位阿斯玛 钟国斌 多不多去粉领高尔夫球场打歌 有很少很少 而且我都不是会员 甚至乎我们自由党在立法会的几位议员 都不是会员 当然有去过 那是挺方便的 一个好的地方 看回今次这个方案 初步的顾问建议 暂时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收下全面发展 一个就是局部发展 两位有没有说倾向哪一边多些 我觉得现在的讨论 就不应该只集中 大方向和小方向 方向的内容 就是一个是建多些单位 一个是建少些单位 一个是用光尔夫球场 一个可能用一小部分 但是其实里面都很多的地方 预留了一些做低密度的发展 还有很多地方是预算来做绿化地带 其实跟现在的格局 我想会差不多 换句话说 很多那些低密度的住宅 其实都会很可能 会变成一些豪宅 或者一些可能单栋屋 那些发展 其实它不是真的很善用土地 而且解决到香港 现在的严重火候问题 但是你建不建议 是用这里来建楼 因为我们要看回 整个香港现在的土地资源 其实是否真的用得其所 如果单就这个私人游乐场契约 里面其中一个 香港高尔夫球场 我们之前做的一些研究 看过其实里面的使用率 其实不是特别高的 可能有些人说十二万场等等 但是我们看过那些 可能高尔夫球场的那些年报 然后发觉其实里面 不只是打高尔夫 刚刚我们前两天 看到那个新界北研究报告 他也是说要是收了 收了就在万三个单位 如果局部就四千多 如果在这么大的动作 和一个过百年历史的 戈尔夫球场 做这么多事情 只不过最多都 起到万三个单位的话 我觉得就不值得去做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你连一个戈尔夫球场 都不能立在那裡 什么国际大都会 我同意 其实戈尔夫球场 对香港是有一个价值在那裡 但其实你现在经常说 因为大湾区 什么新户圈 高铁 其实都可以去观南湾打 是 是吗可以去 或者教西州 其实他的场都很大 你要有一个过百年历史的球场 里面有这么多古迹古树的话 你剷了它 就永远都不会有的了 有些东西 我觉得历史性的东西 你不能随便去旁边 就取替了它 教西州 当然现在现有一个 当然是公众的 戈尔夫球场 当然可以抗建 但是始终 你作为两个的比较的话 教西州的事实很不方便 你要去西贡 拍下车 跟着坐船 坐完船之后 要接驳巴士上去球场 是不是相比你自己开车去到粉岭 放下车就开球了 那当然就是 你说 起楼最重要 这个是不是香港唯一的 只是起楼最重要 那你有很多地方 你有其他的 例如 喂 如果要起楼 不如拿个马场 不如马场 都可以起到很多楼 你现在 你跑马地 又得沙田又得 那里起码又几十万个单位 如果你说真的要起的话 还有漂亮的地方 是不是香港 香港不能容纳一些 既有历史的地方 只是为了起楼 我觉得现在 香港是遇到一个 很黄金的机会 因为 粉岭高业抚头场 2020年到期 政府可以收回的 可以做其他用途 不一定要做给你的 对不对 你说一下 那些 可能马场 其实它本来已经 很长的地契 它不可以说一收 就收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实际情况 就是有些土地 是将来这几年 可以拿出来的 那你至于说 粉岭高业抚头场 里面有很多古迹 古树 其实我们也看过 其实你说古迹古树 古迹古树 这些 古迹为例 其实新界东北 整个发展区 就是在旁边 里面都有很多古迹 例如古树村 有些过百年历史的 有些私属 有些大宅 都拆了 政府当时 都没有理会这些 的声音 现在是否突然之间 又拿不出来的 自由党又没有出声 这一刻才跟人说 对面的高业抚头场 突然之间 很有历史价值 又说不能拆 之前本土研究社就说 可能是低估了建屋数目 如果给你们预计 大概可以见多少 其实它 因为一个牛头角下村 都是三点多公顷 它已经可以住到 几万人 现在你住了 一万三个单位 其实大概 那个发展密度 我可以做个比较的 就是 你一万三个单位 三万多人 我假设那里 全部建了丁屋才为 丁屋它大概一公顷 建了四十间 如果你计快 我计算整个数目 就是一百七十二公顷 大概住到六万多人 我假设每一间屋 都大概有十个人都住了 大概这个数到六万多人 那只是建丁屋 这么低密度 都六万多人 你现在和我说 一百七十二公顷 三万多人 其实地去到哪里 是否不合理 以这个计法 你当然一个地 你要建很高 你建很多栋 四十层 五十层、六十层 当然你如果这样计 是一定可以多很多 但是问题 就是 是不是这个数字 就是这么简单 我拿了一块地 我就可以立刻起楼 有很多配套计施 你现在说 如果再拿回球场 你奋甘功路要抗建 你东方水 要再那些路 就是那个工水 那条 路要整个 然后 古书古迹那些 你可能有一些 当地居民的祖坟 又在那里 人家是否给你 就这样剷了祖坟 会不会有施法覆核 一拖可能有几年 所以变成了 我觉得最快 就是填海 填海很贵的 填海 在一些 譬如有东大于为例 它要 在海中间 填海 其实每尺的造价 可能有九千多元一尺 我还没算基建 如果做基建 可能更加贵 面粉价贵 然后面包价更加贵 到时建出来的楼 给谁住呢 就深知逃明 戈尔夫球场 两年之后已经有了 这些是 如果你真的要解决 迫在未设的房屋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说到这么长 因为迫在未设 我们看这一两年 其实有什么土地 可以立刻放出来的 戈尔夫球场是其中一个 你不是提到 看过戈尔夫球场的年报 戈尔夫球场 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助推动 戈尔夫球场 你会在年报 你的发展 你在年报当中有什么分析 年报当中我们看他的支出 支出大概可以反映到他的活动 那当然我不可以抹杀戈尔夫球会 对戈尔夫球的运动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看他现在的活动 其实他很多的金钱支出 是落了去一些clubhouse 或者在一些餐厅的支出 我用餐厅和clubhouse的支出为例 2016年去到一億零九百萬 但是打Golf那些做維修 或者果嶺費等等 其實去到六千多萬 差不多成倍 我想像之中 其實哥爾夫球場那些維修很貴的 原來都貴不過吃東西 其實這個是不是變相變了另一個 社交場地多於一個 你一個哥爾夫球會 或者任何一個會 你有很多配套設施 那你當然有一個會所 這個必定是其中一個配套設施 有餐飲這些 那當然它裏面有請很多人 它有四百個員工 有三百個Caddy 那總共都是七百人 那這些就是人工支出 七百個人工支出 你不是除了保養球場之外 這些都是一些配套設施 要洗的經費 其實這些所有的數目都是包了人工 所以其實是一個公平的比較 我從這盤數已經看到 其實現在他們似乎 有少少不務正業 我這樣覺得 這個哥爾夫球場 講到明就是推廣哥爾夫球 也有很多世界的比賽 那這些怎麼可以叫做不務正業 這個是推廣整個體育運動 其中的部分來的 是否發展哥爾夫球場 目前都是顧問建議 政府未決定是否坐立 密地建屋是不容易 但是絕非無計可施 希望有一天 土地問題不再困擾香港人 今天多謝兩位 黃青兒,講到土地 原來我們身邊有不少 私人管理的公共休息空間 不過他們的對外開放情況 就經常被批評了 其實80年代開始 政府將一些公眾休息地方 或者公共設施 安排在私人發展項目裡面 而發展商可以以增加地積比作為鼓勵 所以就出現了一些不是政府管理的公共休息空間 好像現在有些商場 原來除了商鋪 還有隱藏的公共看落設施 但就很少人知道 最近我就發現了一個 這裡很難找 黃佳能本身是港大城市規劃石市生 也是民間組織 拓展公共空間的副秘書長 他們主力監察公共空間的使用情況 我們翻查過地政總署的資料 發現位於阿士甸道的九龍站物業上蓋 即是圓芳商場平台 原來設有一個公眾室內體育場 可以打乒乓球和壁球 於是邀請黃佳能一起去看看 這個體育場館 原來附近很多人都不知道 應該要去到左燈才有 去到左燈才有 對 尤其是私人的 你們要上網預訂的 是這些 一般我們找這些地方 我們都可能會看看 它有沒有在當眼處 會放一張圈圈 原路我們看到的指示牌 只是標示這裡幾座豪宅的位置 並沒有寫明有公共康樂設施 它說明如果你住在海樹門 你要怎樣去 你住在晴天滿島 你要怎樣去 但是它沒有跟你說 如果你是公共康樂 你想進來用一些公共設施 那個公共設施應該要向哪個方向 這裡就沒有說 找了大約15分鐘 終於有住客 知道體育場館在哪 就在這裡 走回去 走回去 看到斜路再上去 不知道它是怎樣的 我煮了十幾年 不知道 想問你 這裡是否有一個運動場 總之是這些 你走上去幾階 不知道是這些打橫的 我們根據住客和保安員的指示 終於找到這個體育場館 我就這樣看Polium Stadium 其實真的不會知道是 給工場使用 還要這裡是一個 私人的團體去管理 如果看標誌 我以為是幼稚園的一部分 我們覆了三點鐘 是的 職員禍 這裡是港鐵負責管理 並沒有網上預約服務 如果想知道何時有場 只可以透過電話 或者親身來到查箱和付款 至於使用率 港鐵就回覆我們話 並沒有相關的統計 它的範圍這麼大 它的指示應該要做得很清晰 才可以方便市民去用 整個環境給我感覺 都是一個私人屋苑的範圍 我來到就算我看到 有個球場 球場也沒有說是 是給公眾人士使用 自2011年起 發展局制定 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 設計及管理指引 要求休憩空間的位置 要易於到達 指示牌要清晰可見 列明範圍 使用規則 開放時間等等 吸引市民使用 不過 黃佳能就批評 指引是沒有約束力 政府難以監管 由私人管理的公共休憩空間 全港共有 六十二個 合共超過三十萬平方米 多年來 除了被批評管理不善 亦都不時引起 維修責任誰屬的爭議 這邊你看到 現在是兩個網球場 一個籃球場 但不會開放給大家 私人屋苑 屯門市廣場 由信和集團發展 大約在三十年前落成 當中第一期 四樓平台設有多個康樂設施 包括遊樂場 壁球場 游泳池 網球場 羽毛球場 滾軸流冰場等等 一直提供給住戶 和他們的訪客使用 住戶也一直有給管理費 直到兩年前 設施老化需要翻身 發展商要求法團負擔維收費 但法團拒絕 法團於是翻查地契 和大廈的工契 則然這些康樂設施 是屬於公共休憩空間 應該由發展商負責 發展商將大部份的設施封閉 到現在還未開放 他的條件就是 所有維收保養費 要法團一律承擔 起碼都過千萬 我們就去看賣地條款 大廈工契 去了解 發覺這是他們大業主的責任 那就跟他們去談 他們經常都是遊說 所以我們放棄試用權 就一直跟他們拉舉 根據屯門市廣場第一期物業發展 補充地契條款 這名發展商需要在第六及六A樓層 逼球場 滾足流冰場和兒童遊樂場等等 給住戶、訪客和公眾人士使用 我們再去找地政署 去看看是否應該大業主要負責 地政署搞了也有整個年 回答我們說 因為這些是私人合約的問題 根據地政總署的公開文件 屯門市廣場一期的公共休憩空間 只是包括四樓平台約6000平方米的地方 但就沒有標明是否包括遊泳池和網球場等設施 我們亦都有向信和集團進一步查詢 他們回覆說已經按地契條款 提供了不少於6000平方米的休憩空間 給公眾使用 而且承擔有關的維修責任 至於公共康樂設施區域和設施 就一直給住戶和他們的訪客使用 所以有住戶負責維修保養是合情合理 信和幾年前在四樓平台 又將部分地方和兒童遊樂場 標示為公共休憩空間 但法團則質疑是將公共空間範圍轉移 避免附上維修責任 他現在將2009年那裡 原來他和地政署那裡簽了那份文件 看法就在下面這裡 就沒有一些活動的 即是流動的空間 只是一個固定的兒童遊樂場 還有一些花位、花草、花園 不需要怎樣維修保養 本來地界條款寫明要提供公眾用的動態康樂活動 而大廈公契也有著名物業要提供遊泳池和網球場 等等康樂設施給公眾使用 那為何地政總署的文件又沒有列出呢 設施的保養維修又應該由誰負責呢 法團過去一年多 曾經多次和信和談判 有約見團門地政署 地政署在去年5月回覆法團 說根據地界條款 並沒有記錄顯示提供公眾人士使用的地方 是包括遊泳池和球場 法團不滿回覆 於是再去信申訴專員公署 投訴地政總署行政失當 公署用了半年時間 到最近才完成報告 認為地界對事涉公共空間內的設施 並沒有特別要求 而在80年代 對動態康樂設施也沒有清晰定義 所以同意地政署的說法 是沒有記錄顯示 至於有沒有違反大廈公契 公署就說公契是屬於私人契約 而公契並沒有附圖 解釋各項空間和設施的位置和範圍 難免會存在不確定或差異 有份協助法團的尹兆堅則說 有關部門將公契視為私人契約 是不恰當 會建議法團向土地審裁署申請仲裁 要求將屯門市廣場一期的設施 重新開放給公眾 大家都知道公契不是零零丁丁獨立而生 公契就是要看你當樓房批出來的時候 地契條款是甚麼 你不可以違反它的大方向 但是它不會寫得那麼仔細 大方向是這樣定了之後 就透過公契透過那個發展商 和小業主 叫做納約 我買賣的過程中 那個是承諾來的 所以兩者應該是關聯性的 早期希望發展商 要承擔一定的公眾設施責任 不是白給它 它又不是全吃虧的 它在樓宇那個興建的地積比等等 是會放一些給它做個平衡 我覺得感覺就是它好像 好處就拿了 但是實際責任就不肯扶了 很明顯這個是地政總署 早年在立地契的時候 一些的漏洞位 其實政府七年前已經作出檢討 認為日後應該避免在私人住宅項目 提供公眾休憩空間 但現存已有的項目 政府應該加緊檢視 令公共休憩空間用得其所 真正感向公眾開放 黃麻 原來豪州裡面 也有這麼漂亮的球場被人打球 不說真的不知道 是,其實我們身邊 有一些商場 或者是私人住宅裡面 都有一些公共康樂設施 被人做不同的運動 喜歡打球的朋友 不用那麼辛苦 去康民署訂場 可以嘗試去用 或者都可以常享用這些設施 今天星期先說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再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